养性相处 要想感情长久稳定 真诚固然重要 但技巧也必不可少 很多时候 你即便掏心掏肺 全盘拓出 也未必能留住一个男人的心 唯有看懂人性 学会在这三件事上折磨男人 他才会越来越爱你 一别太顺着他 要有主见和脾气 女人在感情里 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和脾气 不然就很容易被男人拿捏 如果你试试顺着他 不管他做什么 你都依着他 男人就很容易被你惯坏 问什么你都没意见 没脾气 或许刚开始 他会觉得你善解人意 但时间久了 就不再尊重你 不再跟你商量 也不再考虑你的感受 他会觉得你无趣和乏味 不把你放在眼里 甚至 可能背着你去找别的女人 毕竟 男人骨子里都有征服欲 太听话的女人 是不会珍惜的 如此 你就会在这段关系中 就会渐渐处于低位 变得非常被动 女人要想幸福 就要把感情的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 要有自己的主见和脾气 懂得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不要总是压抑情绪 憋在心里 对方若是做了什么事 让你不开心 不舒服 就要立马提出来 坚守自己的底线 建立边界感 男人才会真正心疼你 懂得为你考虑 二 别太替他操心 引导他多为你付出 女人千万不要太懂事 太委屈自己 你把什么好的都留给对方 自己却省吃俭用 男人是不会珍惜这种付出的 他只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人性就是这么现实 只会对自己付出金钱 时间 精力的东西 小心翼翼呵护 免费廉价的 根本不会在意 不要以为你一心 为他着想 替他操心 他就会同样爱你 然而事实上 结果往往会与你的期望 背道而驰 他会慢慢习惯你的付出 然后变得懒惰 懈怠和挑剔 不仅不会感恩你的付出 还会开始嫌弃你 指责你 到最后把你狠心抛弃 都说 小做遗情 女人千万不能让男人太省心 懂得适当做一点 他才会时刻把你放在心上 劳心劳力的女人 多半费力还不讨好 反而会撒娇的女人 动动嘴皮子 就能让男人心甘情愿付出 学会撒撒娇 引导他为你付出 多花一些时间 金钱在你身上 不仅为平淡的生活 增添小情趣 也能让他越来越宠爱你 三 别太黏着他 若即若离才有魅力 女人 多半喜欢陪伴 照顾自己的男人 而男人 往往喜欢若即若离的女人 即便再爱一个男人 也别整天围着他打转 男人不会因为你的黏人 你的毫无保留 而更加爱你 只会觉得你掉价 对你厌烦 聪明的女人 即便在一起了 也依然懂得营造神秘感 对男人若即若离 别事无巨细地唠叨 也不要为了男人 失去自己的底线 不以男人和感情为重 而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保持自己的独处空间 努力经营生活 建立自己的圈子 培养喜欢的爱好 就不容易因为感情而患得患失 一个情绪稳定 独立自信的女人 不管什么年纪 身上都会散发自己独特的魅力 也正因为如此 男人才会加倍珍惜你 尊重你 害怕失去你 从今往后 不妨做一个有个性 有智慧 有魅力的女人 懂得为感情注入酸甜苦辣 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幸福才经得起长久回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iao 敏闻